十種好氣臭的話,不要中阿K 說黃人不黃 哪十種啊?看看我家裡有沒有 第一種彼岸話 再中你才不要中 為什麼啊? 彼岸花也叫做萬珠沙華 聽名字很有意境 花也很嬌嚴 給人一種飄飄欲鮮的感覺 但是很多老人很忌忌 將這種花種在家裡 事關有個傳說 彼岸花一般是開在黃泉路上的花 所以民間老百姓也將它叫做 黃泉花、幽靈花、鬼花 又或者叫做屎人花 都是一些不好聽的名字 通常在山坡又或者是墓地隔離生長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 見花不見葉、見葉不見花 花葉終生不相見 就好像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 象徵著生死相隔 永生不相見 寓意是很悲傷的 就是因為它這種無情的雜性 所以彼岸花不是那麼得人喜歡的 從風水角度去講 彼岸花是屬於陰性的植物 放在家裡就會帶來衰運 還會影響人的情緒 撇開風水角度不講先 從科學角度去分析 其實彼岸花的根莖都是有毒的 還在家裡的話 就怕弟弟或老人不吃 所以才不建議 第二種又是什麼 怕醜草 我是不是一督就收藏的 是呀 還要去吃宵 對你叫你 廣東人說的怕醜草 其實就是含收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我小時候很喜歡觸碰它 一觸碰它就把葉收藏 很賺鬼 就像少女一樣怕醜 不過在傳統文化裡面 怕醜草就比時為是不吉利的植物 寓意是培運和災難 種在家裡就會影響財運和破財 甚至會導致家草屋蔽影響夫妻和諧 當然風水的東西近公參考 其實主要都是因為怕醜草是有毒的 裡面含有一種叫做草鹹的有機物 到了晚上就會大量釋放出來 接觸得多的話就會導致髮質變黃 頭髮脫落等等的問題 你知道如果頭髮脫落的話 就會影響到方方面面的東西 關乎到人的健康 所以老一輩的人就不建議 將怕醜草種在家 如果小朋友在街上見到 都不要隨便去觸碰它 第三種有什麼花? 夾竹圖 為什麼?外面街很多的 不是呀,有圖的 見到那才沒到 夾竹圖是很常見的植物 在外面的綠花大是經常見到的 開花的時候滿天紅花 很有生機,很壯觀 種在外面的綠花帶 目的就是為了淨化空氣 寓意是生機和發榮 但是老一輩人就不建議 將夾竹圖種在家 因為它的象徵意義不太積極 例如粉色的夾竹圖 就寓意是就麻 其實主要都是因為 夾竹圖全株都是有毒的 接觸到它的葉、花的話 可能就會引起皮膚過敏 若然誤食的話 還有可能會中毒、急急生命 你見到以前古裝劇的 妃子都是經常用它的執液來落毒的 所以家裡如果有老人、弟弟 就不建議將夾竹圖種在家 不免誤食 若然在外面見到都不要亂摘 正所謂路邊的野花不如彩 第四種有什麼花呢 有沒有人會在家中種曼陀羅的呢 曼陀羅不同的文化傳統 意義就不同 但是它的出生都是跟宗教有關的 曼陀羅在佛教裡面 它就象徵著靈結的生物 只有天生幸運的人才有機會見到它 而且見了的話還帶來幸福感 但是在西方文化裡面 曼陀羅就帶有恐怖色彩 傳說曼陀羅是生長在斷頭台下面 如果有人將它連根拔起的話 它就會發出一種尖叫聲 令到所有生物都死亡 當然這是傳說 但是在風水角度去講 曼陀羅又可以辟邪驅邪 所以它可以說是一空並存的象徵 至於不建議它還在家裡 其實主要是因為曼陀羅是有毒的 它就是古時候的人用的蒙漢藥 亦症亦邪 所以老一輩的人比較忌忌它 怕種在家裡的話 不吃了所以就不建議種了 第五種有什麼花呢? 傳說中有一種花叫做雙生花 不聽就聽過 不過我都沒見過 據說它是在黑暗中熱白又漂亮的花 一條根枝就可以開出兩朵花 雙愛雙恨又雙殺的花 所以就叫做雙生花 一朵雕謝之後 另一朵又跟著枯毀 在傳統的意義裡面 象徵著鬥爭妒忌和初過的哀 初過的機會 都是一些不到禮的象徵 如果仍在家裡的話 就會影響家庭和諧 寓意是父母偏心不到禮 第六種呢? 愚美人 又是這麼好 這麼好 愚美人花是一種很嬌美脫俗的花 這種花的名字由來 據說是跟古時候的美人 愚姬有關 話說西楚霸王項羽 被劉邦圍困的時候 次之大勢已去 拿著把劍自敏 她的愛妃愚姬見到之後 亦都跟著自敏殤情 之後愚姬的墳頭 就長出一種很嬌嚴脫俗的花 被風吹的時候偏偏起舞 就好像愚姬那麼漂亮 後人就將這種花叫做愚比人 愚意是忠貞不愚的愛情 但這種愛情大多數都是悲劇收場 所以在傳統意義裏 這種花亦都被視為是 多災多難 有血光之災 紅顏薄命 一些不好的寓意 這種花就好像愚姬 拿起那把自敏的劍 種在家裏就不太好 況且這種花是紅顏白的 老人家就不太喜歡 當然主要是因為 愚美人是屬於鵪叔那科 有輕微的毒素 所以不建議種在家裏 就算種的話都要小心謹慎 除此之外還不可以種什麼花呢? 扶桑 沒有味道 因為扶桑的下音是復桑 聽起來就不太老禮 所以老人家就不太堅重 還有碗蓮 碗蓮的下音是橫蓮 老人覺得種了它就會影響壽命 所以又不太喜歡 還有些人很忠忌 家裏種菊花 因為菊花是先年故人 拜山的時候就要拿一束菊花去 所以有些老人就忠忌 種在家裏 還有檀花 檀花雖然很美 但檀花的花期是很短的 一開就雕謝 所以老人就很忠忌 將它種在家裏 但我又覺得那些寓意不好 諧陰謹的花 不要太過相信 緊供參考好了 除了那些帶有毒性的花 不建議種在家裏 又或者是種在家裏 要小心謹慎對待之外 其他花的話 想種就是種 養花為了什麼 是為了圖野情操 為了淨發空氣 又不是真的種了一盆花 棵樹下去之後 就可以碰那棵枝 如果你想要一個好意頭的話 選一些語以好聽 花語好的花種在家裏就可以了 最後輪到你分享一下 你有聽過哪些樹木不適合種在家裏 留言分享一下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